食用野生菌做法一 鸡棕菌 鸡棕菌是云南著名野生菌品种 别称鸡种 鸡棕 鸡松 鸡脚菇 乙葱等 称之为菌中之王 其肉肥瘦壮实 致细丝白 类似鸡肉固名 含有钙 铭 铁 铃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热量 灰粪 核黄素 尼克酸等多种营养成分 氨基酸含量多达16种 含铃量高是鸡棕的一大特点 雨季多生于山野的白蚂蚁窝上 刚出土时 菌盖成圆锥形 色黑鹤或微黄 菌折成白色 老熟时微黄 有毒朵生 大折可达脊梁 也有成片生 但至今未成功实现人工栽培 鸡棕菌的分类很多 黄皮鸡棕 火把鸡棕 鸡棕花 蚂蚁菇堆菌 水鸡棕 小鸡棕 鸡脚菇 蚁葱等 被称为菌种之王 口感清香回甜 肉质白色 吃起来 甜 脆 嫩 且鸡棕包含了 钙 磷 铁 蛋白质等多种营养成分 鸡棕现已有人工栽培 市场能看到的 有野生鸡棕和人工培养鸡棕 由于鸡棕的辨识度不高 每年都会有人买到或捡到假鸡棕 真假鸡棕从外观上看很相似 但仔细一看 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真鸡棕的质干比较细且长 菌盖一般为铁灰色 黑皮 白皮 黄皮 花皮等也有 从质感来看 真鸡棕比较轻且韧性较好 假鸡棕则较重且易碎 做法 一 鸡棕菌炒青椒 对于小孩和孕妇来说 鸡棕菌所含多种氨基酸和多糖物质 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材料 鸡棕 洋葱 做法 以用小刀把鸡棕腿多泥的表皮轻轻削掉 二 鸡棕菌 洋葱和蒜切片 三 中火把锅烧热 下小量的牛油 四 牛油化开后放入蒜片爆香 取出蒜片 五 放入鸡棕菌 小青椒和洋葱 放入小亮盐翻炒 出锅 注意事项 一 鸡棕菌本身就带甜味 要保留它最原始的美味 放一点盐就行 二 火不能太大 三 根据小孩和孕妇的实际情况来加入适量的青椒 二 鸡棕菌蒸雪花肉 雪花肉和鸡棕菌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一起烹饪更加发挥其优势 材料 猪前腿雪花肉 鸡棕菌 做法 一 用 切成4-5毫米厚的片 二 切好的肉片用被拍松 让肉松散 三 加入黑胡椒碎 黄酒 盐 和少许的老抽 四 抓拌均匀 腌制30分钟 五 干的鸡棕菌 提前用水泡发 六 泡开后清洗干净 七 用煎锅 刷一点油即可 把肉和鸡棕菌都铺到锅里 八 一面煎好后发面 九 两面都煎好就出锅 十 煎好的肉装盘 鸡棕菌放下面 肉放上面 用芹菜叶和黄瓜片装饰 注意事项 一 用前腿的雪花肉 这个部位的肉香而不腻 而且比较嫩 特别适合做煎肉用 二 为了切得均匀 放软冻上冻了一下 这样可以切得薄厚均匀 三 做得多 分了两次煎 一次不能煎太多 免得受热不均 影响了肉质的鲜嫩 白葱菌 白葱菌的菌盖扁半球形 光滑 不黏 淡肉色 菌肉白色 有酱香味 可入养 生鱼炸 利等阔叶磷 即蒸阔混胶磷地上 单身或群生 大腿膜营养丰富 出口欧美 日本等国 据分析 100克甘品中含蛋白质20.2克 碳水化合物64.2克 热量338千卡 灰粪4.0克 卡23毫克 P500毫克 FE50毫克 和黄素3.68毫克 此外 起水提物对小白鼠肉6SL80的生长有阻异作用 对肉6SL80的抑制率为100% 对碍式腹水癌的抑制率为90% 做法 小炒白葱菌 食材 鲜白葱菌 青红辣椒 干辣椒 大蒜 油 和盐适量 步骤 一 将白葱菌用流水冲洗干净 轻轻洗即可 然后切片 二 蒜 辣椒洗净切片 三 热油锅里爆香蒜 再下白葱菌爆炒 一定要炒10分钟以上 确保炒熟才能食用 然后加入适量盐调味即可 牛干菌 牛干菌是牛干菌科和松塔牛干菌科等真菌的统称 其中除少数品种有毒或胃苦而不能食用外 大部分品种均可食用 主要有白 黄 黑 红牛干菌 生长于海拔900米至2200米之间的松立混胶林中或砍伐不久的林园地带 生长期为每年5月底至10月中 雨后天晴时生长较多 易于采收 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除新鲜的做菜外 大部分切片干燥 加工成各种小包装 用来配置汤料或做成酱油浸糕 也有制成盐盐品食用 做法 一 速炒牛干菌 材料 野生牛干菌 干货 40克 红椒10克 绿椒10克 细辣椒根据个人口感 蒜2克 盐根据个人口感 步骤 一备好食材 把牛干菌泡开 基本所有干货都是要好好收拾的 不然有泥土 2把食用油放入锅中 放入小辣椒和蒜翻炒几下 油多放点 我们这边的说法是油多点菌不柴 而且还不会中毒 虽然干货是不会中毒的 3 然后放入泡好的牛干菌 开始炒 要多炒一会 炒得差不多了 就放入红椒和绿椒 放入食盐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非常非常的香 4 一碗天然山珍就出锅了 是不是很有食欲呢 2 牛干菌腊肠炒饭 材料 腊肠一根 胡萝卜一大根 洋葱一小块 牛干菌一小把 大米两杯 盐少许 生抽少许 步骤 一大米淘洗干净 放入平时煮饭量的水泡着 牛干菌事先泡发 夏季约半小时左右 如果想增添风味 可以用泡发过牛干菌的水焖饭 前提是牛干菌必须清洗干净后再泡发 2 胡萝卜 腊肠切丁 牛干菌沥干水分切小块 洋葱切丝 少许油烧热后爆香洋葱 保持中小火 将洋葱炒软 洋葱炒软后推至一旁 下腊肠丁翻炒 会慢慢炒出些许油脂 3 将腊肠丁推至一旁 随意翻炒下牛干菌 最后翻炒胡萝卜丁 混合翻炒小会儿 加少许盐和生抽调味 将炒好的菜倒入米饭上面 多余的油不要 4 按照平时煮饭煮 煮好了稍微焖一会儿 加一把小葱拌入即可 若做多了 下一顿加少许油煸炒 加一大把葱花 简直好吃到没朋友 3 葱油牛干菌 材料 牛干菌500克 将拍破 葱结子 青椒 红椒 调料 化猪油 盐 水豆粉 不正 一小刀青瓜底部 流水清洗 不处理散布 营养物质最大程度保留 切片准备 2 化猪油下锅后 下姜葱 葱发黄后 牛干菌下锅 加点高汤 盐 大概两三分钟后 入味后 丢掉姜葱 加点水淀粉 4 牛干菌蒸蛋 材料 鸡蛋两枚 牛干菌适量 喜欢吃就多放点呗 腊肠几片 不重 1 牛干菌用蛋盐水泡开后反复揉捏至泥沙冲洗干净 剪成小块 腊肠切片备用 鸡蛋打散 加入温水 盐 少许酱油调匀 2 将牛干菌拌入蛋液 将腊肠片割在蛋液表面 3 上蒸锅 水开后10分钟即可 5 黄油黑牛干菌一面 材料 黑牛干菌一把 一面60克 洋葱1分4个 黄油一小块5克 橄榄油1分4TSP 大蒜一半 黑胡椒 芹衣小把 淡奶油 芝士 步骤 一干黑牛干菌清洗一遍泡发 温水需半小时左右 泡发完的水留着不要扔 洋葱切碎 蒜 芹菜也切末 2 烧一锅水 放盐盒 橄榄油 烧开后下一面 按照一面包装袋上只是时间煮软 煮软后捞出沥干放入盘中 同时起锅 平底锅用中小火加热融化黄油 加洋葱 蒜末 芹末 加盐和黑胡椒调味 在洋葱炒软之后 加入黑牛干菌翻炒 加入发泡黑牛干菌剩下的水 大火收汁 要留一点汁 好拌面的 3 趁热将淡奶油和擦碎芝士拌入 使情况加入盐和黑胡椒 撒上剩余的芹菜 6 龙豆炒牛干菌 材料 龙豆 百合 牛干菌 紫甘蓝 红甜椒 胡萝卜 步骤 一龙豆撕掉两侧金丝 洗干净 切斜刀块待用 百合用刀将整支 先百合的两头切去 一是为了整齐 二是正好可以将 两头的黑色的根去除 先百合 包开一半半的洗净备用 二 紫甘蓝洗干净 切块待用 黄牛干菌洗净 切成斜刀厚片 沥干水 放入盆内用精盐 蘑菇精烟20分钟 然后用干淀粉上浆待用 胡萝卜洗净 切花刀片待用 三 红椒洗干净 切菱形片待用 锅至火上 注入精致油 烧至三成热食 将牛干菌 龙豆 紫甘蓝滑油 捞起在漏勺内沥油 起锅 锅中加水 待水沸时 将牛干菌 龙豆 紫甘蓝 百合放入 约10秒到出 四 炒锅烧热 加橄榄油 放入红甜椒 姜片 胡萝卜片边香 然后放入龙豆 紫甘蓝 百合 牛干菌片 炒散炒匀 加少许水 加盐 蘑菇精调味拌匀 勾一点点薄芡 出锅装盘即可 七 黑牛干菌豆腐 材料 豆腐一块 黑牛干菌6-8片 豆瓣一大勺 花椒粒适量 辣椒粉一小勺 豆豉一小勺 糖适量 盐适量 蒜末适量 水淀粉一小碗 花椒粉少许 葱花一小把 步骤 一豆腐切成小丁 入温水中浸泡两分钟后 捞出绿水备用 黑牛干菌用温水泡发15分钟后 切成细末 锅中加少许食用油加热 入牛干菌末 煸炒至水分基本收干为止 2.加入豆瓣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辣椒粉 花椒 蒜末 豆翅 加入泡发牛干菌的水 大火煮开 往锅中滑入豆腐块 加少许盐 糖调味 改中火炖煮 3.炖煮期间 可轻轻晃动锅子 使汤汁均匀 即用锅铲翻动 炖煮约三分钟后 分三次加入水淀粉 轻转动锅子 让汤汁和水淀粉混合均匀 待汤汁浓稠后 关火即可 出锅撒上葱花和花椒粉 8.小炒鲜牛干菌 材料 牛干菌250克 青红椒各一个 大蒜五瓣 小葱三根 橄榄油适量 生抽适量 盐少许 步骤 一用手剥去菌体上的泥土和杂草 再用陶瓷刀轻轻刮去表层 削掉带泥沙的根部 最好不用金属的道具 会加速氧化变色 影响营养和口感 2.牛干菌 用流水冲洗干净后切片 青红椒去籽 切细条 小葱切寸短 大蒜切片 牛干菌切即不能浸泡 会破坏口感 3.炒锅大火预热后 倒入橄榄油 比平时炒菜稍多一些的量 注意一定要热锅冷油 不然会破坏橄榄油营养 放入蒜片炒香 加入青红椒丝翻炒后 再放入牛干菌炒匀 调成中火 加锅盖焖三分钟 中途揭盖翻炒一次 4.牛干菌 在清洗过程会吸收部分水分 焖炒过程中会出水 不用再加水 加入小葱 翻炒掉入少量盐和生抽调味 即可起锅 松茸菌 松茸别称松口膜 大花菌 剥皮菌等 菌改出为半球形 后展开成散状 表面干燥 灰褐色或淡黑褐色 菌褶白色 秋季生鱼红松 落叶松和油松林地 在日本 欧洲享有高生育 被视为食用菌中的珍宝 被为蘑菇之王 在古代日本 松茸是老百姓向贵族和天皇进贡的珍品之一 有海里的飞鱼子 陆地上的松茸的说法 在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 松茸也是婚宴上的珍贵菜肴之一 松茸是珍贵的天然药用菌 其有着独特的浓郁香味 不仅可用来做药 也可以食用 或者泡酒 在云南 主要分布在丽江 香格里拉 德钦 贺庆 蓝亭 大理 威山 建川 邓川 尔圆 触雄 原谋 陆丰 瑶安 陆雀 武定 松明 曲静 昆明 永胜 腾冲等 松茸的形态呈散状 在松茸小的时候呈古朵状 长大了 荣会撑开呈散状 菌盖呈褐色 菌感呈白色 且身上有绒毛 摸起来柔软 实则是一种鳞片 以松茸长得相近的野生菌 由老人头菌 做法 清洗松茸 要用直饮水流动着冲洗 将上面的泥土冲洗掉就好了 千万不要洗到白白净净 菌类的分香物质就会消失掉哦 一 油煎松茸 松茸用陶瓷刀切片 煎到松茸边边微微金黄 可以撒两粒盐 不需要太多 主要吃菌子的鲜香味 煎好 要趁热吃 不然黄油会凝固 然后变得很油腻 二 鸡汤松茸 鸡洗净 减掉多余的油脂 鸡屁股以及附近 鸡脖子的油脂都要去掉 但是不要完全去掉皮 我们还是需要一点鸡油 令菌子爽滑 以及激发松茸的鲜香 铸铁锅冷锅放入两片浆 鸡 1.5升山泉水 在盖子大火烧开 然后转最小火炖煮 时间不需要太长 大概一小时 鸡肉嫩滑 汤也足够浓郁了 为了保持松茸的口感 以及更好的吸收汤汁 用手撕开松茸 撕成条状 小松茸只能切了 鸡汤关火开盖 放入松茸条 盖盖子们 因为是铸铁锅 所以等到客人都入座 再开盖的时候 松茸的熟度就是刚刚好的 以打开盖浓郁的香气 扑鼻二来 松茸不久煮的优点 就显现出来了 3.鲍鱼炒松茸 将鲍鱼解冻洗净 切大片 炒的时候才不会容易收缩 变老变硬 松茸也是切片 锅热放黄油 先将蒜蓉小火煎香 然后松茸和鲍鱼一起下锅 炒大概两三分钟 两样食材 基本就已经差不多熟了 这时候放盐和黑胡椒调味 也可以放一点点糖和酱油 增加点日式风味 4.黄油煎松茸 煮料 松茸若干 辅料 黄油若干 盐若干 黄油煎松茸的做法步骤 1.松茸清理干净 用小刀轻轻刮去 俊身表面杂质 松茸头部用干净的布 轻轻擦去杂质 不建议水洗 2.将松茸切片 切太薄 大约4毫米左右 3.平底锅 小火融化黄油 4.放入松茸 煎至两面金黄 5.出锅时 撒少许盐或黑胡椒碎即可 小贴士 最好用平底锅 用慢火煎黄油 出锅后撒上盐即可 5.松茸炖鸡汤 步骤 首先就是准备好松茸 鸡肉 还有生姜 以及料酒和盐 先把鸡肉直接处理后 洗好了切成段 生姜直接切片 松茸直接洗好 处理干净了备用 然后锅中加水 将鸡肉下锅烧煮一下捞出 最后备好炖锅 将鸡块生姜 还有料酒下锅 加上水 直接先大火烧废了 再用文火炖煮半小时 将松茸下锅 继续炖煮半小时 加上盐即可 甘霸菌 甘霸菌别称松茅菌 每年7到9月 生长在马尾松树下 这种菌 没有菌钙和菌褶 促生如牛牙状 刚出土 成黄褐色 老熟时成黑褐色 肉质坚硬 干燥 含有钙 蛋白质 硫氨素等营养成分 有酷似腌牛肉干的浓郁香味 其貌不扬 黑黑的带有一层白色 但味道却鲜香无比 是野生食用菌中的上品 用甘霸菌炒青椒或炒鸡蛋 其味妙不可言 至今仍未实现人工养殖 甘霸菌外观识别度较高 形状像扇状或莲状 干燥隔制 主要分布于南昆明 玉西 蛆镜 蜀熊 丝毛 丽江 宝山 大理等 甘霸菌在味道上可是蛆脂 香味浓郁 咀嚼有甜味 且很嫩 在营养价值中 甘霸菌中含有人身体不能合成的 氨基酸 粗蛋白 粗脂肪 糖等等 使用价值很高 甘霸菌的人工养殖还无法完成 市面上能看到买到的 均属于食用野生甘霸菌 做法 一 火腿炒甘霸菌 材料 甘霸菌150克 玄维火腿50克 猪肉馅100克 青红椒适量 若能接受辣 放小米辣更过瘾 大蒜3-4半 盐适量 食用油适量 步骤 一 只能在大自然中生长的甘霸菌 二 削去根部泥土 减去松茅杂质 撕成小块 洗净 三 甘霸菌 青红椒纤维火腿 提味增香 猪肉馅 动物油脂浸润 菌子不柴 大蒜 四 食用油 把火腿煸香 放入猪肉馅炒出油来 再放入大蒜 青红椒 甘霸菌 盐适量爆炒出锅装盘 太好吃了 二 青椒炒甘霸菌 一 青椒炒甘霸菌很好吃 在炒制以前 需要准备新鲜的甘霸菌200克 青椒一个 辣椒适量 鸡油和猪油各适量 另外再准备少量的味精和鸡精 二 把甘霸菌撕成小块 加入少量的面粉 再加入清水洗干净 然后放入锅中 把水分煸炒出去 取出备用 把青椒洗好 切成小粒 把辣椒也切成小粒备用 三 把炒锅加热放入鸡油和猪油 加热以后把甘霸菌放入炒制 在甘霸菌快熟的时候 才能放入辣椒和青椒 翻炒匀匀 加入食用盐调味 然后装盘上桌食用即可 青头菌 青头菌主要生长在树林中的草丛中 每年6到9月出炉 刚出土时有点像球形 以后逐渐展开成扁圆形 菌帽质地坚固 成青绿色和白色混合状 菌肉色白质嫩 香气芬芳 含蛋白质 钙 磷 铁 硫 硫 暗素等多种营养成分 青头菌含有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钙 磷 铁 维生素 B2等营养成分 一般人都适合食用 尤其适合有眼疾 肝火胜 忧郁症 痴呆症患者食用 青头菌是云南常见的菌种之一 菌盖四球 绿色且伴有裂纹 一般生在在松树或真叶林 或叶林或混交林地 雨水过后上山一般都能捡到 且还有这种说法 只要发现一朵 在不超出一米范围内 必定能发现另一朵 青头菌还有被叫做变绿红菇 青钢菌 绿豆菌 青糖菌 做法 一 红烧青头菌 主料 青头菌600克 辅料 朱里脊肉100克 淀粉 残豆10克 鸡蛋青15克 柿子椒50克 调料 香油10克 酱油50克 盐5克 味精3克 大蒜白皮20克 胡椒粉2克 猪油炼制40克 步骤 1-3 青头菌 去根洗净 切成滚刀块 2-3 灯笼辣椒洗净 去饼盒子 切成块 3-3 蒜 猪脊肉 切成薄片 4-3 将脊肉片 蛋青 盐 施淀粉 入碗 拌匀上浆 5-5 炒锅至中火 注入猪油 制4成热食 依次下脊肉 青头菌滑透 倒入漏勺沥油 6-6 炒锅回中火 注入猪油 下辣椒 蒜片炒香 下菌 鸡肉 盐 味精 胡椒粉 甜咸酱油 烧两分钟 用湿淀粉勾芡 淋上香油集成 二 青椒炒青头菌 首先用小刀把菌子根部泥削掉 用小刷子一朵一朵刷洗干净 把辣椒切成条 青头菌切片 放入调和油 菌子很吸油 需要多倒些油 油热 下菌子 放辣椒 放盐 起锅 一碗鲜美的菌子就熟了 胡掌菌 胡掌菌生长于高山悬崖的草丛深处 云南只有楚雄一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的少数地方生长 这种菌无钙无饼 在菌体上长满一层纤细的绒毛 呈黄褐色 并有明显的黑色花纹 形同胡掌 因此得名 菌体粗壮肥大 肉质细嫩 含有丰富的包外多糖 不易破烂且营养丰富 据分析测定 其甘品含17种氨基酸 其中有占总量41.46%的7种人体必需氨基酸 以及11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性平胃干 有追风散寒 舒筋活血之功效 民间也用其做壮阳之用 有降低血中胆固醇的作用 做法 青椒炒胡掌菌 步骤 1.准备配料青红椒清洗干净后切断 大蒜扒皮备用 2.准备新鲜的胡掌菌削去根部 用流水冲洗干净表面的浮土 3.浮土冲洗干净后 用芽刷刷掉那些冲洗不掉的沙土后 沥干水分备用 4.胡掌菌切好 先放锅里稍微炒下就行 炒出水分 不用放油 然后捞出 5.然后热锅放菜籽油 然后放配料 再放猪油 炒菌一定要放猪油 这样才会香 6.倒入炒干水分的胡掌菌 继续翻炒 7.炒到熟 放入适量的盐 味精调味就可以出锅了 杨赌菌 杨赌菌产于青藏高原甘孜地区 大理地区 丽江地区和狄青藏族自治州 菌肉细嫩 食味香甜鲜美而富有营养 表面呈黑绿色网状 为椭圆形 劣似杨赌 故得其名 据测定 杨赌菌含粗蛋白20% 粗脂肪26% 碳水化合物38.1% 还含有多种氨基酸 特别是古氨酸含量高达1.76% 因此 有人认为是十分好的蛋白质来源 并有素中之韵的美称 另外 据测定 杨赌菌至少含有8种维生素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B12 烟酸 泛酸 笔绘醇 生物素 叶酸等 杨赌菌又叫杨赌菜 世界公认的著名珍稀食药兼用菌 其香味独特 营养丰富 功能齐全 食效显著 富含多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和有机者 具补肾 壮阳 补脑 提神等功效 菌盖表面有长得像杨赌的凹坑 菌盖整体成椭圆鸡蛋形状 杨赌菌在世界各地均有生长 在中国则分布在西藏 云南 四川 新疆 山西 河南 陕西甘肃 河北 黑龙江等地 做法 1 杨赌菌炖排骨 干的杨赌菌需要用温水泡洗两三次 先浸泡30分钟 再清洗 排骨需要焯水用清水洗净 杨赌菌需要事先搭配冰糖 老抽 耗油和生抽翻炒后再和排骨一起炖 注意用砂锅最好 大火煮开 转小火慢炖 2 杨赌菌鱼汤片 原料 杨赌菌干品20克 鲤鱼一尾 约1.2斤 姜片葱段 蒜片 精盐 味精 胡椒粉 调和油 料酒 步骤 以杨赌菌干品用温水浸泡约30分钟 洗净 2 鲜鱼仔沙洗净后切成片状 3 油锅烧至五成热 放入姜片 蒜片边出味 加入适量水 料酒 精盐烧至沸腾 加入羊赌菌 约五分钟后放入鱼片 煮沸后加入葱 胡椒粉 味精即可起锅 3 羊赌菌炖鸡 主料 羊赌菌 乌鸡 辅料 枸杞 红枣 笋片 高汤调料 盐 鸡精 葱段 姜片 料酒 步骤 一将干羊赌菌用温水泡开洗净 乌鸡仔沙去内脏 洗净 然后放入肺水焯一下 捞出洗净 2 做锅点火 放入高汤 乌鸡用大火烧开 撇去浮沫 加入料酒 盐 鸡精 葱段 姜片 羊赌菌 枸杞 红枣 用中火炖着鸡肉烂出锅即可 特点 味道鲜美可可 猴头菌 猴头菌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 每年八九月 九雨出情之际 是猴头菌的盛产季节 在深山密林中潮湿温和 空气流通的地方 一只只毛茸茸的猴头菌 寄生在化 立等树干上 色白并带有淡黄或粉红色 远望颇似一只只乖巧机灵的金丝猴 故得名猴头菌 猴头菌营养丰富 含有多态及糖类 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 有增强细胞活力 抗癌 美容健体等功能 做法 菌肉脆炒 荤炒 清炖 蒸煮等 是难得的真修 1.猴头菇木耳煮鸡 原料 土鸡猴头菇 木耳 鸡汤 生姜 白胡椒粒 食盐 米酒 花生油 步骤 一将土鸡洗净斩剑 加盐 糖 生抽 米酒和花生油拌匀备用 2.将炒锅烧热 放入生姜 大蒜爆香 倒入鸡汤 猴头菇 火腿粒和白胡椒粒 慢火煮30分钟 3.加入土鸡和木耳 中火煮15分钟至激熟 4.加适量食盐调味 即可出锅 2.玉兰片会猴头菇 原料 玉兰片高汤 食盐 味精 玉兰片 猴头菇 生姜 香葱 步骤 一将猴头菇洗净 放入沸水中焯水 捞出过凉水 2.沥干水分后切片 和生姜 香葱一起装入碗中 3.用盐 味精 高汤调味 上蒸锅蒸熟 取出 扣入盘中 4.玉兰片洗净 切成厚片 入锅煮透后捞出 5.猴头菇放入盘中 玉兰片 摆于圆盘四周 淋上蒸猴头菇的汤汁即可 3.猴头菇炖花椒 原料 花椒猴头菇 猪斩肉 淮山 枸杞子 盐 步骤 一猴头菇洗净 用水浸泡一碗 2.花椒洗净后放入碗中 入锅蒸半小时 取出放凉加冰水 放置冰箱冷藏 3.将花椒和猪斩肉切块 放入加生姜 香葱的锅中焯水 4.将花椒和猪斩肉 与其他材料一起入炖中 盖好盖子 稳火炖三小时 5.出锅后加盐调味 即可 4.猴头菇炒青菜 原料 猴头菇青菜 蒜粒 盐 步骤 一将猴头菇洗净切片 青菜洗净 大蒜拍成粒 2.锅内放油热后 把蒜粒放入爆香 放青菜 煸炒均匀 3.放入猴头菇翻炒 加盐调味 盖上锅盖 4.焖煮三到五分钟 熟后起锅 老人头菌 老人头菌 别称仙人头 大脚菇 鸡棕塌爹 老人头菌 肉质细腻末滑 富有弹性 且滋味鲜美 可与鲍鱼媲美 故被誉为植物鲍鱼 富含植物蛋白 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 尤其是氨基酸品种比较齐全 中医认为老人头菌 有补皮益肾 自阴壮扬 理气排毒 健骨强身的功效 可这气血两窥 神皮乏力 腰细酸软 面色无华等 中老年易得之症 做法 1.老人头菌炒肉 主料 瘦肉150克 老人头菌350克 青椒三条 姜片适量 大蒜两个 步骤 1.把青椒切成小段 姜和大蒜切成片 我把姜切成两种哈 一半是片 另一半条状 2.把老人头菌洗干净 切成薄片 把干净的水倒进锅里煮开 将老人头菌倒进去过一道水 时间大概是5-7分钟 然后把老人头菌倒进烧机 用冷水冲一下沥水备用 清洗干净 并在盐水中浸泡20分钟 切成3毫米厚的薄片 放入酱油 盐糖 胡椒粉 腌制30分 加上油 中火煎 显出金黄色 中火煎 很快香味就飘出来了 装盘并撒上 孜然粉 冰上面 匀 胡椒粉 痰 脱